可能我裡面還是穿著睡衣 然後會穿一個 就是好像很有精神的大衣 然後就直接把大衣扣起來 我媽常常會說 哇 你真是藝術家欸 你穿的衣服我都看不到 今天看了這場上來面目之後 你們有什麼單品是最想要領回家的 有一個很可愛的 它的手機袋 然後後面有一個愛心的 mewmew的小袋子 我覺得那個超可愛 但我很常會覺得 我手機到底在哪 然後因為它太平 然後我一直摸都摸不到 我很想要把那個手機殼帶走 然後後面有一個愛心包包 就很像手機的小背包 感覺手機就不會不見 我是一個平常穿衣服還蠻像穿睡衣的人 然後有時候出門我媽會覺得看不下去 然後為了要應付她 我就會找一個比較正式 比較精神的單品 可能我裡面還是穿著睡衣 然後會穿一個 就是好像很有精神的大衣 然後就直接把大衣扣起來 跟她說我要出門了 一種拉遮的混搭就對了 對 一種拉遮的混搭 要服務媽媽的混搭 今天的mewmew你覺得哪一個單品 最讓你有精神感 精神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上衣很精神欸 我覺得我媽應該會非常喜歡 我覺得這件衣服超酷 是它完全不會皺欸 它是一個非常俐落的衣服 所以如果你穿得很好看的 就是為了要配合你媽媽 符合你媽媽的要求 基本上是 因為我媽常常會說 哇 你真是藝術家欸 你穿的衣服我都看不到 有一次很好笑是 我妹要出門 然後我媽就想說 她就看了一下我妹穿大衣 她說你這樣穿好像不好 然後就講了很久之後 我妹就被遊說 心裡就開始很擔心 她就穿著我媽媽配好的衣服去不去 然後朋友就說 你真是藝術家媽媽 從此之後我們就下定決心 就是不管媽媽怎麼說 我們知道就是堅定自己的立場 很好笑 媽媽又神奇 你都跟大家講我什麼 爸爸你會這樣嗎 爸爸很好笑 有一次爸爸穿一個衣服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這件衣服很可愛 他就從房間拿了另外一個顏色出來 他竟然薄色 另外一個顏色的衣服出來說 那這件送你 然後他送完我就說 如果你看到可愛的衣服 也可以買給我 所以你會跟爸爸穿同款 不會跟媽媽穿同款 對 媽媽真的很難取悅 他喜歡的東西 我都會覺得 MISS 真的要買嗎 但爸爸我就說 喔這個很不錯